上周世卫组织WHO专家组 在中国展开的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工作已全部结束 专家组成员不仅盛赞了中方所展现的透明度 此前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就疫情问题抹黑中国的阴谋论 也已被一一驳斥 然而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此前却又开始炒作起 中国阻挠调查 中国拒绝分享数据等假消息 这些报道引来多位示威专家的辟谣和怒斥 专家组成员彼得·达萨克更是在2月13日发推称 断章取义 纽约时报真无耻 时隔一天后 被怒怼的纽约时报14日又发表了一篇对达萨克的专访报道 这次他们老老实实以问答形式刊出了采访全文 达萨克本人也在推特转发表示认可 此次 达萨克在采访中向西方媒体透露了一些 此前从未被公开过的信息 例如中方在疫情初期行动迅速而专业 早已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 采集了大量样本 他表示 WHO专家与中方梳理了各种假设 目前认为病毒起源于动物的可能性较大 他同时再次强调所谓病毒实验室泄露病毒的说法极不可能存在 达萨克还直言 未来的病毒溯源研究工作应走在科学的道路上 而不应该陷入政治的泥沼之中 据纽约时报介绍 出生于英国的动物学家达萨克 长期在美国工作生活 他同时也是美国生态健康联盟的总裁 长期关注病毒和动物之间的关联 曾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过多次合作 结束了在中国的病毒溯源研究工作后 达萨克如今已回到纽约 他在专访中也回忆了自己的这次武汉之行 他形容 这回前往武汉是一次非常艰难 紧张且激动人心的旅程 达萨克还在采访中 对比了当下中美两国的防疫工作 他称 自己到达中国之后 从穿戴防护装备 到接受病毒检测 再到接受隔离 所有流程都十分严格完备 而当他回到纽约之后 却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在中国的经历 没有人通知他必须隔离 也没有人来敲门告诉他 必须待在家里 对于美方的不断抹黑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政府为这次世卫专家来华 进行全球溯源科研合作 提供了大力支持协助 世卫方面及国际专家 对此给予积极评价 中方将继续坚持开放 透明的态度 同世卫组织就全球病毒溯源 保持密切沟通合作 对于美方的不断抹黑